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民众降低到医疗院所的意愿,年代影响定期检查次数。 根据卫福部国监署统计显示,台北市今年1到4月成人检检人数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000人。 卫生局呼吁慢性病患应定期回症,40岁以上的民众也应定期执行成人预防保健, 掌握自身状况,做好健康管理,回归正常生活。 要提醒市民朋友来做健康的筛检,纠缠健检也很重要。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预防重症治疗,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但是要养成健康的生活形态, 包含不烟酒跟健康的饮食运动,并且筛检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受到疫情的影响,目前可以看到成人健检的部分, 我们照前一年,110年的同期下降的1000多人, 但是目前也还是跟各位朋友报告, 有2万多的民众已经做成人健检, 所以还没有做的朋友也尽量能够应用目前的资源来使用。 那台北市这边,从8月1号开始, 我们对于做成人健检,传药病病检的检查, 来办理相关的活动,提醒众众, 在参加活动之后, 我们可以把相关的资料上传注册之后, 并且可以纠缠来完成, 总共有奖项390个, 那总奖金的这个价值达到30万。 我们人越过到中年, 可能会发觉身边的亲朋好友开始出现一些健康的状况, 那甚至呢,因为透过了媒体, 然后就开始发现民运, 开始健康亮红灯的一些瞬息, 那尤其像是, 比如说一些经济梗塞啊, 中风啊等等的一些重大疾病, 大家还是问之色变嘛, 所以也会担心说, 自己是不是也同样有潜在这些问题的风险, 那其实像是三高我们讲的所谓高血压, 然后还有血糖的问题, 以及高血脂哦, 这些事情它其实真的是, 及早发现, 及早去治疗, 那对于我们后续害怕的这些心血管疾病, 或者是脑血管疾病等等, 它才是一个最有效的一个预防的方法, 其实我们做任何健康检查的目的呢, 然后就成为我们长官所讲的, 其实就是主要在于希望可以早期发现疾病, 然后早期的给予一些控制以及治疗, 预防生育治疗的一个概念嘛, 那譬如说以糖尿病来讲, 其实假设我们可以早期, 就发现自己血糖出现了问题, 然后及时控制的话, 接下来面对一些, 比如大血管, 小血管, 或者是神经等等的这些病变, 比如说可能会有慢性肾脏病等等这些问题啊, 也才可以及到的做一些控制和预防, 这样子, 付出的一些医疗的成本也会真正大大的减少, 这样子, 那我们到底要知道, 怎么去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些潜在的一些三高问题, 其实像是我们国健署有给付的这个成员保健,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那基本上以年龄来讲的话, 40岁到64岁的一个民众, 基本上你每三年就有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权益, 可以去做这样承认健康的服务啊, 它包含里面的项目像是血糖的抽查, 血压也会脑膀量测, 然后还有像是血脂肪到底现在目前是什么程度, 那另外像是其他肝肾功能, 这个还用药液检查, 其实都包含在内的, 那当然45岁到79岁的民众呢, 其实你终身也可以享有一期B型或者是C型肝炎的一个筛件, 所以这其实都是我们全体朋友的一个权益跟福利,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假设忠视自己的身体健康, 然后也希望可以由小见大, 然后对自己的身体做一些加分的一些行为的话呢, 就是定期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成员预防保健。 18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 大概有5%会有这个糖尿病的掩护的病变, 那另外有约一层的患者, 这个和病对肾脏的疾病, 那另外就是说, 然后来发现糖尿病人, 如果一旦确诊这个新冠肺炎的话, 那么他的一个严重度或是死亡率, 不比一般人高出2到3倍, 那甚至也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糖尿病人, 他平常就有高血压, 心脏病, 或者是肾脏病的话, 那么他的一个复原康复的程度, 就会更加的广慢, 而且是成效也会非常的差, 那所以这个糖尿病的话, 根据世界的一个国际糖尿病联盟的一个统计, 台湾大概有将近250万的糖尿病人口, 那我们这里知道说, 台湾是这个起胜的一个, 完股世界第一, 这也是不是很光荣的一个排比, 但是他我们发现, 在这个糖尿病牺牲的人口里面, 竟然占了一半的一个比例, 所以肾病病的一个早期医法, 就变得相当的重要, 另外就是关于严底病病的话, 他们也发现就是说, 国人的话, 每四个糖尿病人就有一个, 有这个死亡某的病病, 包括这个黄帆的病病等等, 这些严底的问题, 所以在这边就是, 特别鼓励就是说, 我们对于糖尿病的一个, 病发症的预防, 早期的一个检查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在这边就鼓励说, 我们对于糖尿病患, 最好能够提供一个, 至少每年做一次的这个, 颜底的检查, 那另外也要每年至少做一次的, 这个尿意的微量白蛋白的检查, 那另外每年也要做一次的, 一个足够的一个检查, 那每三个月啊, 做一次的这个糖化险素素的一个检查, 来确保糖尿病人在这个, 病房病发症发生的这一块, 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鼓励我们的糖尿病患者, 能够好好应用, 我们的台北市政府的一个资源, 因为全台北市就有168家的糖尿病工农照合网的一个照顾的机构, 那这些机构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医疗团队, 这医疗团队里面包括了医师, 护理师、营养师, 这样一个整合性的一个服务的一个资源, 事实上是可以提供我们台北市民, 尤其是糖尿病患者, 一个非常可以运用的一个资源, 因为在这当中, 透过这样一个资源的一个提供, 我们可以提供整合性的服务, 提供咨询, 提供医药的一些指导, 包括像是如何做好这个均衡饮食或是规律运动, 去怎么样正确用药, 都可以透过这样的医疗团队来做好这样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提供, 那过去的一个经验就是, 尽管大家都知道, 这个预防肾病变或是是我们病变的一个重要性, 但是根据统计, 我们这个微量白胆白尿的一个, 这个筛检跟做这个每年做定期的检查比例, 其实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还没有去做这样一个, 一个这个筛检检查的这样一个动作, 另外也有不到一半的含量病患者, 并没有去意识到, 他们必须要每年做一次的这个原理的检查, 事实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能早起发现的话, 那么可以预防诸多的这些不好的这些糖尿病的病发症, 在这里就是希望说, 我们能够透过早期的筛检, 共同来照顾我们的糖尿病患者, 那以后面也是能够让他们的血糖控制的更有效果,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希望能够提升我们的糖尿病人的一个生活品质跟照顾品质。 巴育起针对慢性病防治, 符合资格者在活动期间完成检查, 到网站完成注册, 将有机会成为月月抽万元运动手表、 血压剂及千元量饭店购物金的幸运得住, 酒团一同参加还有机会获得超商购物金, 糖尿病患者完成相关检查至网站登陆, 就有机会抽中五千元超市礼券、 精美锅具等多项好礼。 记者望君台北报道, 超多好礼送给你。